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几百年前 葡萄牙人航海来到台湾的时候 对台湾山川壮丽的景色惊艳不已 把台湾称作福尔摩沙 是葡萄牙语美丽的意思 经过菲律宾板块和欧牙板块的碰撞挤压后 形成眼前这般崎岖不平 自然优美的崇山峻岭 和平坦秀丽的冲击平原 但也因为板块运动的挤压 造成台湾许多地方有断层 常常引起地震的发生 一再提醒住在台湾岛上的人们 从造山运动的角度来看 地震是台湾岛形成过程当中必然发生的现象 是台湾岛诞生时的剧痛 没有造山运动就没有台湾 没有地震也就没有台湾 9月21号凌晨1点47分12秒 大地牛在急急下方翻了个大身 一瞬间天摇地动 破裂声青岛声四起 人们惊醒慌乱 似乎还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毕竟是继续码徒 毕竟是变成台湾的卢尽 第3件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是一个瑞士规模7.3的大地震 镇央位在南投极极下方八公里处 触动到了车隆普断层 车隆普断层猛烈地错动 错动的位置就在平原跟丘陵的交界上 从南投的桶头开始 经过南投台中苗栗县直到北边 到达苗栗的内湾 整个看上去 车隆普断层的南边 有1906年梅山地震所引发的梅山断层 北边有1935年新竹台中地震 所引发的臀子角断层 车隆普断层就在中间 921极极大地震 使得地表错动高达8公尺 以30度角由东向西冲上来 断层面南北向100公里 东西向40公里 东倾斜30度 一夜的震荡 让横跨着水溪 连接民间和竹山的明竹大桥踏落 雾峰的光复国中操场涌起 一江桥也严重塌落 丰元石缸东势等地 错动的更是激烈 断层带切过坐落在大甲西的披风桥 切断披风桥 同时在河床造成将近7公尺高的瀑布 断层明显地露出来 更北方一点也破坏了石缸坝的本端 台湾壮丽的自然景观 也随着地震的震动而永久变形 九份二山及草岭的山崩 形成烟色湖 乌西畔的九九峰 一系之间山头全凸了 日月潭清秀独居的纳鲁岛 也因为地震而容貌销毁 九二一积极大地震震碎了许多人的心 各地灾难频传 超过两千四百人死亡 十多万人无家可归 财产损失高达十一亿美元 这个台湾陆地上的百年大震 为何会发生如此激烈的错动 跟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地震相比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同样位在台湾的中南部 南投市跟普里所受的灾害 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九二一地震 由于引发车隆普断层错动 成为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地震 科学家想要追踪 整个地震发展的过程或原因 也就比较有据可考 企图在各式各样的研究当中 解开车隆普断层错动的谜团